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他也背着台湾在那边 那我很高兴 我去看的时候他的弟子是六胜 你知道吗真的很感动 我一定要来分享当天的情况 当他一直投资到第八个阴影的时候 他就是要出场的时候 全场的这些观众站起来跟他鼓掌 当最后第九局结束的时候 那杨基是赢的嘛 对 我们前面后面的所有的美国的观众 他们知道说我们是来自台湾的 然后都给我们握手 给我们恭喜 所以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真的很好 说一只孤雁在国外流汗 它可以让台湾在这国外被听见 可以让台湾在国外被看见 就一个人的一个汗水 但是呢 那个时候我感受很深 本来回来的时候我想去投稿 就是说反过来我们台湾的那么多的人在吐口水 然后让台湾沉沦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过 就对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说我真的我要邀请 所有我们电视机旁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给那个建民来鼓掌 一定要替他加油 太棒了 那后来说回来 其实我这次呢 我会愿意陪这个 就是跟那个谢前院长一起去的园 就称入你刚刚说的 那你因为我没有看到电视 那个玩界面所说我不晓得 我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因为呢 我曾经在美国14年 我算是一个过来人 是一个退休的一个长辈 那我想说 以我曾经走过这条路 然后我到那边去看他 然后如何呢 能够给这个晚辈呢 来一个鼓励 甚至于呢 因为在那边 其实真的是蛮孤独的 在孤独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如何能够克服 那当然这次呢 因为他一比赛完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没有机会 因为我们又有另外一个行程 也必须要干 然后再说呢 确确实实 他那个媒体都一定要访问他 我们没有办法等 但是我很高兴呢 这次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久久不是体育节吗 有这个金英奖 那结果呢 最佳男选手 就是王建民这个得奖 本来就一定是他了 那我很高兴我这次有机会呢 我碰到这个建民的这个 他的令尊 就是很有意思的哦 他的父亲跟我小舅舅 我小岁的阿姨 同姓又同名 王炳黄 然后我就有机会跟他谈 跟他聊 我就想一件事情 我说难怪就是说建民在国外 他很酷 可是他那个酷哦 他是很受欢迎的 他一点都不花俏 所以他是很平实 他就那种平实朴素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性格 一个性格 真的让 让这个美国的观众 无论是现场或是电视机前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尊敬他 那我觉得说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个性 我就从他爸爸的身上 我真的可以发觉 他一样他是很朴实的一个人 而且真的是很有修养的一个人 你知道吗 他的字写得很漂亮哦 王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 然后我跟我爸爸讲说 当建民哦 他整个季节都结束了之后 回到台湾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找他聊聊 谈一谈 我们可以分享各自的心得 然后呢 来互相鼓励 对 虽然我是老了 我相信他的经验呢 可以让我更好 那我想说我走过的路呢 也应该可以帮助他 这两只姑鸟 互相交换心情的场面 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在 法界红法卫星电视台看到 因为其实台湾的媒体 也没有这么多的机会 让大家来谈真正内心的事情了 对 对 就我觉得这样的很好 我们非常希望 我们也非常的感动 知道两只在 就像他们自己形容的 两只姑鸟在海外 为台湾做努力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国人 在台湾做哪些事情 而比赛对于这两位伟大的选手 究竟有哪些个意义 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进行的节目是 法界真爱 你现在收看的是 法界红法卫星电视台